想想为什么人民不要感谢政府 政府的权利哪来的 人民赋予它的对不对 你琢磨琢磨 腰腰到春节了是吧 领导腰腰下枪了是吧 带着摄影记者 扛着那拿下去去了 逼着油拿着米 领导还拿一红包给你 我代表 我看看你吗 老百姓多了多嗦的 两只手握着领导的手 眼泪滑滑流 感谢党感谢政府 哭 21世纪了 在人家说这话将近400年以后了 你玩什么呢 你拿这玩意拍下来 在全中国全世界的散德行是吗 对不对 你说是 这话你要读了 你害臊不害臊 人家三百来年以前说的话 明确说 不要感谢政府 因为道理很简单 政府是我见的 哪有爸爸感谢儿子的呀 我们老说党啊 亲爱的妈妈 政府啊 我的舅舅 反正全是养活我的 古代讲 就县官叫父母官 对不对 那当官的都是五民之父母啊 瞎掰吗 谁养着谁呢 你不理解 军权人寿 军权民寿的道理 你就老觉得是国家养着你呢 这就不乐 等一下 我们在这里 home 再来 我再来